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皮肤干燥缺水时 脸部的肌肤最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皱纹 第二个是肤色暗沉 第三个是肤色不均 我们先来问 妮妮你的答案是 我选一皱纹 因为皮肤如果缺水的话 它就是会 很紧风 对 久了就会有皱纹 刘邦你的答案呢 你看我们都会心的微笑 我会选二 因为我觉得就是皮肤缺水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润泽感 感觉就是会很暗沉的感觉 对 所以我选二 所以我们一跟二豆人选了 陈医师正确答案是 基本上来讲 如果我们皮肤真的缺水很干燥 应该三个都会发生 但是以皱纹来讲是最严重的情况 因为你没有水分把它撑起来 皮肤就会开始有皱纹 有细纹的产生 所以我常常会跟病人讲 上帝是公平的 因为有些女生会抱怨说 为什么皮肤一直长痘痘 弄条很多 可是因为它相对比较出油 它相对皱纹少一点 所以它年纪到老的时候 不会皱纹那么明显 那些皮肤干的 它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没有痘疤 没有痘痘 但是它到老的时候 很容易看起来细纹多 所以我常常跟它讲说 你要看你要瞅前面还是瞅后面 不过大家很喜欢瞅后面 对 因为前面还可能在爱漂亮 更是爱漂亮的年纪 提到这个皮肤缺水 我们知道说 很多女生都很想要当水美美 可是为什么皮肤 就会这么容易的缺水 这问题在哪里 基本上你要知道 我们的脸部是 面对外面一个第一个环境 皮肤会曝露出来的地方 那你要知道在外面环境 暴露下包括晒太阳也好 包括现在天气热了 开始会吹冷气也好 这些都会把我们脸部的水分 会带走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干涩 那你现在想说 我喝水或什么的 事实上那个水 不一定会到皮肤上来 它只在你的身上有水分 让你的皮肤 让你的整个身体是够水的 可是并不必到皮肤上来 尤其我们在上妆也好 上一些化妆品也好 造成我们皮肤的伤害 受损之后 我们皮肤的那些致密层 就变得比较差 保护层比较差 水分就容易流失 它不容易容易保水 原来如此 所以它可能是因为 季节交替的一些因素 引起的嘛 那像刘邦啊 如果说皮肤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容易缺水 你都怎么补充它水分 像我就是因为 我很容易长痘痘 然后再加上就是有性肌肤 所以保湿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就是 我会稍微注重 但是更注重情节 对那像就是我有时候 就是洗完脸 我就会擦化妆水 你也会擦 对化妆水 然后化妆室擦完之后 我就会擦那个 保湿的那个精华液 那像就是 如果就是冬天 因为冬天比较干燥 所以我就会两天或是一天 隔一天会敷保湿的面膜 那如果夏天就会比较 约湿润 所以我就会三到四天 隔一次再敷一次那个面膜 这样子能合湿 这样做保养 陈医师他这样保养好吗 或者是说他其实保湿的面膜 不要敷这么多 他应该要做去角质 基本上来讲 因为以他的情况来想 他的皮肤是真的比较容易出油 所以偶尔去角质是适时的 是合理的合法 而且很好的情况 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建议 他用一些果酸 低浓度的果酸或A酸来擦 来帮忙去角质 以他来擦乳液来讲 他刚刚讲说 所谓的深层的精华液 或者太滋润的精华液 不一定适合他 因为擦了会更容易出油长痘痘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以他的情况 更适合那些比较凝胶类 或者是比较水状的保湿 就液态状的这样子 是的 那明妮你的补水方式呢 我平常没有敷面膜的话 就是普通的化妆水 然后再加一个乳液 就没有了 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有像 就是同学说的时候 你可能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步骤超多 可是我那时候这样子擦 反而皮肤更敏感 然后更容易长粉刺 就皮肤状况更差 所以我把我的保养步骤 缩少之后 变短之后 就是反而皮肤比较好 对 刚刚命妮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陈医师 我们在门诊当中 是不是很多女生 或是甚至爱美的男生 都瓶瓶罐罐 但是这样子擦 对脸的负担更重 对 其实我常常跟病人讲 就是说皮肤要好 只有三个步骤很简单 清洁 保湿 防晒 就是三个步骤做好就可以了 清洁按照你的肤质做清洁 很油的 让我们去点角质 或者比较有磨砂的洗面乳 很干的 我们不要清洁过头 对不对 再来就是保湿 也是按照你的肤质 很油的 保湿凝胶一点点 很干的 加一点点的精华液 没有关系 出门加防晒 那基本上 只要这三个步骤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了那么多 瓶瓶罐罐 增加皮肤的负担 也让它敏感的机会增加 这时候你都必须要来皮肤科医师就诊 很麻烦 就花了钱 然后还要去就医 皮肤状况又不好 是 而且在这边我还有听说 Mini像你很喜欢喝咖啡 可是又担心自己的皮肤是敏感型肌肤 我一天大概喝两杯咖啡 多大 就是一般大杯的 一般大杯的 那种Seven一般大杯那种杯状 便利超上的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泡都有 几乎每天都要喝 但是之前我去看皮肤科医生的时候 然后医生有说不可以吃太刺激性的食物 然后不要喝咖啡 他就是有叮咛我这两个 可是这两个刚好是 都做不到 最爱 对 我很爱吃辣 对啊 陈医师那像他这样怎么办 喝咖啡真的会影响吗 基本上来讲 喝咖啡本身并不会对皮肤造成太大的负担 那只要记得就是说 你的温度要适度 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你的温度很高 皮肤容易红肿 然后就可以开始脱皮之类的 基本上还是建议就是说 喝咖啡其实并不是会造成皮肤恶化的一个情况 吃辣可能相对会糟一点 生活作与不正常反而更糟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会不会说一定要限制你不喝咖啡 我觉得这是OK的 你知道说在戏剧里面很多女生 尤其女主角 她都喜欢在空气中喷那个保湿喷雾 然后就让她 这个好像脸可以一直的水当当 欣姐 但是听说这种方法 有时候错误 做错的话反而会让皮肤越来越干 是啊 因为据了解 好像在99%的那个喷雾罐里面 其实都只是矿泉水而已 那你喷完之后水分很快就蒸发掉 那如果你没有再适时的给它擦一些乳液 让你脸部的水分保住的话 它可能会整个会把你的脸部水分一起蒸发掉 就是带走就是了 对 而且就会变得更干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化妆品 并没有像药品的疗效 所以它本来不能宣称说是什么抗老之类的东西 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陈医师我们自己用那个自来水中在喷 喷雾里面这样子喷就好了 基本上来讲我们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到底这个喷雾水会不会保湿 我们先讲它会不会保湿的话 理论上来讲你要知道我们这样喷上去的目的 当初它发明这个温泉水矿泉水的目的是说 如果我们在户外不小心晒太阳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晒伤的情况 晒红的情况 它可以帮忙你镇静舒缓 它比较凉爽 可是你要想看它是一个很维系的水珠 它很容易挥发 它一挥发会把我们皮肤的水分带走 所以你皮肤更干 事实上如果一直喷 而不常保湿乳液的话 事实上更干 第二个是不是用一般的自来水 来取代这个矿泉水 我们这么说好了 这些法国知名品牌做的这几个矿泉水 事实上它们是真的有些疗效 其实像说在法国来讲 它们有一些温泉水的治疗中心 这里连他们的保险都有给付的 对于抑郁性皮肤炎的皮肤的小朋友 都可以去治疗 甚至我们台湾上次还有一两个小朋友 收到他们的公费 可以去他们那边治疗 所以基本上来讲 那些矿泉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 可能有一些抗发炎的效果 跟一般自来水还是有一些差别 可是到底你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么 昂贵的 昂贵的东西 你的肤脂如果没有那么敏感 也不一定需要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还蛮流行的 就是目前坊间在卖的这种晚安冻膜 就据说你敷完之后 隔天早上脸就像果冻一样Q弹 这是真的吗 基本上来讲面膜还是一种面膜 那只是它能不能进到你的皮肤 那用这种果冻式的凝胶式的呢 那种保湿的东西 比如说里面加了一些玻尿酸 胶原蛋白那些保湿的东西 它们也是希望各种方式 来祷告你的皮肤下 所以不管你要不要用晚安果冻面膜 或者是用一般的面膜 只要它是保湿的成分就可以敷上去 可是也要切记很多人就把它敷得不理它 敷到天亮或敷到什么时候 敷到忘记睡着了 结果它就干掉了 这时候它干掉的时候 水是从你的皮再往上拉出来 所以就更干了 所以就变皱纹更多了 所以在敷面膜的时候 一定要适时的适度 还有时间要调控 所以千万不要谈小便宜 面膜以为越敷越久越好 它可能会把你的水分带走 那还没有哪一些 让肌肤Q弹的方法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